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前沿还是支持旧友的看着日本人表演 西欧人复兴 联邦德国则认为将来赖以生存的关键是经济结构的改革 赶上美日技术的发展 现在跟不上就会步步跟不上 法国人的态度更为明朗 要当未来的捍卫者绝不让法国在高技术方面沦为世界二等国的地位 日本的企业随时在警惕自己的失败 科技情报部门提出要制造危机感 世界各国力兵莫马 振戈戴戴 一场技术经济领域内的激烈角逐已经白热化 欧洲经济共同体制定了一项耗资50亿美元的信息研究计划 以期与美国和日本决意雌雄 法国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 比重将超过美国和日本 英国正在加速生物工程的实际应用 以图先发制人 苏联决定在今后五年内 微处理机的使用量将提高九倍 生物工业的发展速度将比其他工业快四倍 新加坡 南朝鲜 香港 台湾省陡然而复 新加坡去年十月已诞生了第一代机器人烧汉工 我国台湾省决定把信息工业列为今后出口的首位 印度政府投资2亿多美元用于微电子工业的研究与开发 日本首相钟曾根发出指示 要赶紧研究高度信息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以及需要采取的对策 日本政府把信息技术 新材料研制 新能源开发 生物工程作为四大奋斗目标 把光纤通信 新陶瓷 生物工程作为三大新兴产业 五年基础开发 投资一百亿日元 十年基础开发 投资一千亿日元 美国布下了全面出击陆海空配合的立体作战阵士 着重发展同军事工业有关的项目 一起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 世界在高速变化 社会在走向多样化 信息革命来世迅猛 今天人们追求的是知识和信息 信息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无形资源 通信设备的现代化 以及电脑的发展和普及 使信息获取 处理 提供等一系列环节的速度 大大加快 这里是信息的王国 多种形态的信息库标志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水平 1982年 美国有1450个公开联机数据库 最大的数据资源信息库 驻存世界各国一千万个时间序列信息 可以在几十秒钟内获得各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经济信息 庞大的信息网 应运而生 美国有5000家以上的民间智囊团 咨询人员10万多人 日本文献信息的总和 从1950年起 每10年翻一番 从1970年起 每5年翻一番 驾驭信息的能力 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 信息成为最受人青睐的财富 知识构成信息的核心 奴隶社会 奴隶主以占有奴隶为富有 封建社会 地主以占有土地为富有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以占有资本为富有 新技术革命时代 知识成为生产力 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强大后盾 1950年以来 创造的知识 相当于人类知识总和的 百分之九十 发展迅速 变化频繁 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 犹如当年的淘金热 首先在美国兴起 美国两个青年 凭借计算机知识 在汽车房里研制微电脑 创办了文明于世的 苹果电脑公司 美国的硅谷占世界半导体市场贸易额的五分之一 日本的金工商社通过钻研电子技术 首创十英中占领了世界市场 西欧将医用电子技术用于医疗设备中 使医疗设备的销售额在世界居领先地位 在信息和知识的海洋里 我们多么需要奋力搏击 在这场求生存谋发展争富强的大竞赛中 究竟露死水手 在新技术冲击面前 我们如何借助当前的新潮流 尽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差距 巨大的差距 使我们感到切肤之痛